如果重選一次,你會再選北大 這個問題,問得好 你不要我 你認識最厲害的北大人,他是什麼樣子 我好學習 最厲害的人之一 這種人我就特別配一次 如果重選一次,你會再選北大嗎 這個問題,問得好 應該還是會的 你不會吧 肯定會啊 我挺喜歡北大 我不知道,因為這不是我選的 在國內也挺多選北大 因為我喜歡 因為我挺喜歡的 因為北大不僅是不喜歡的,不僅是不喜歡的 不僅是不喜歡的 就北大認為,剛才是最好的 因為我畢竟多了四年 我覺得還是有 做收拾的,然後 第四年前,我確實是一個 我想要的一個實驗鬼 第一個就是他的這個學校的 教學內容,教學指標 還有學生外來發展的 也是我一直來的夢想 雖然說他有一些 目前來看的方法 會有一些小的問題 但是從整體宏觀上來說的話 因為他其實是本著 對學生負責的一些 觀念去做的一些決策 就是他的決策層 他可能面向的是全體學生 他不能只考慮 部分學生的感受 所以就說他雖然有問題 但是整體面來看 是值得我去追求的一個 我心中的 比較好的學校 在之前我聽說 就北大給我的印象就是 自由和開放的這樣一個形象 但是到我來之後呢 其實對我的認知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覺得在信心體制下 它對於讓學生去開發自己的潛能 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雖然我覺得跟我理想中的模式 和跟國外大學可能還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覺得只要我們朝這個方向 比較難度就一定可以到的問題 就因為隔壁不下我們 我們學校一直有一個傳言說 北大會跟我們學校就是中學更像一些 所以我們中學本來就氛圍很自由 所以說就比較偏向於北大 而不偏向於隔壁 我當中是競賽進的 然後我們競賽拿了金牌 北大金瓜有很多的詞 就給我一個很大的降分 但是就很多競賽生 就是他們都會面臨這樣一種壓力 就是你拿了金牌之後 好像你必須要軍生玩北大一樣 然後結果到我這兒就變成了一個二選一的難題 然後後來清華突然改政策了 於是就變成了一選一 只剩下北大了 那這邊你有覺得北大有什麼地方 讓你覺得很喜歡 或者你比較不喜歡 我其實挺喜歡北大的 但是我大學生活試驗的不是特別特別好 然後有的時候就像是在考試季的時候 我有的地方掌握得都不是很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又會擺個壓力特別大 有太多比我優秀的人都在 而且就我不太確定將來會是什麼樣子的 可能我又會面臨很多麻煩的事 你認識最厲害的北大人 他是什麼樣子 對他有什麼事情 可以教你自己 不不不不說 就很棒 總之你看到他的時候他就在學習 就是他幾乎都在學習 他的層次很好這樣 相對比較好 但也沒有說特別那種 我覺得那些老師都很厲害 但是也很挺厲害的 就是可能一些課上就很多東西很厲害 但是可能還沒去跟他們交流什麼 你會發現他們在課堂那種和老師的對話 就會覺得他們不好學的是那種 我認識的最強的北大同學 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成績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覺得他相當的熱愛生物科學那個學科 很厲害 就是全面發展可能每個地方都做得很好 比如說學習成績也很好 做學術也很好 然後有自己喜歡的愛好 然後社團也做得很好 然後能夠把自己的學習和生活做到一個好的平衡 然後學生工作領導人的力量非常強 然後有一部分學長學姐他們是這樣 尾聲呢 他是術院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人 就是算是你可以認為是社會面上的一個網 但是他其實非常低調 就在北大校內的話 我記得他好像是一級的本科生 但是現在已經是術院的助理教授了 就很年輕 而且他之前在國教領匹克競賽上 就是術學領匹克競賽上他做金獎 對 就是他是我認為在北大接觸到的最厲害的人之一 但是你要說代表的話 那他肯定算一個人 其實大家我覺得都很 就不論是老師也好 還是學生也好 每個人都有自己上的發光點 就是沒有說誰最厲害 就是每個人的發光點 大家所看到的側面側寫不同 所以每個人都很優秀 我最能選擇 我覺得不能說最厲害吧 我覺得這個標準 可能每個人都是忍者見能志的見智的 可能最厲害的可能是最平凡的 在我們身邊 比如說每天就跟我們做這些醫護人員 可能他們很平凡 但他們在我心裡就已經很偉大 可能你也可以說是學術上的一些大牛 他們可以在那些比如海牛衝動 之間好寒的書籍裡面有自己觀點 有自己的真知著見 也可以是你平常一些朋友 他給予你幫助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並不能去定義 什麼叫C-D-Hive 我認識了一個北京的女孩 她的宿舍在我隔壁 我特別佩服她 她一開始她就是一個創造力很強的女孩 然後剛進學校的時候 她就加入了學生會的宣傳部 然後而且是人家主動拉她進來的 因為她在入學之前 就創造了好幾舉那個微信的表情包 都是圍繞著她設計的一個叫做 葉綠體的形象 生科院很喜歡那個形象 就把那個形象拿過來做表情包了 微信上也都是收到的 然後後來的話她發現自己對代碼 對清算機更感興趣 她就人很熱情很外向 就我們都早認識了一個外國教授和她的助理 然後她就帶我還有另一個同學去那個教授那兒 然後在這個教授的幫助下 她現在已經開始寫完成一個論文的工作了 大力呢 對 因為她學的是生信 就是生物信息專業 相當於生物和計算機的交叉學科 這門學科她在研究上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說她比較容易出成果 因為她相比其他的需要依靠實驗來進行的一些研究 生信她的研究就可以擺脫實驗框架 然後通過計算機模擬來進行 這就意味著她沒必要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 必須要掌握足夠的實驗技能 然後有一些經驗之後 才能放心大膽去進行自己的研究 而且她知道的東西真特別重要 好像很多對生物關注很高的人 他們在進大學之前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像這種人我就特別配 像是生物人 人們在進行的行動 除此為我們在進行的行動 所以我來做什麼 你一定會不會再進行的行動 你會不會再進行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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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